虽然现在国产已经在我国的汽车行业崛起 但是占据主流的仍旧是合资 但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合资在技术上实在是强太多了 自然也成就了它在性能等等其他地方的强大优势 不过大家可能会对合资使用的什么发动机比较疑惑 毕竟车子都是在国内完成伸展的 有没有可能这个配件也用国内的呢 要考虑这件事首先得明白在国内组装不等于这就是我们生产的 因为这个技术是属于之前的企业 合资只不过是把别人的东西直接拿过来而用 所以这些看起来就像是国产的合资 实际上也是用了自家的 其实有些时候这些技术都是在国内研究出来的 但它仍属于原本的企业 因为这些研发者大多数是外国或者是公司派来的 所以其实所有的过程都是在国内完成的 这个发动机也不是我们的 毕竟这个部件是所有品牌最看重的部分 所以坚持用好的也是应该的 不过这其中还有其他的原因 因为其他方面的合资 早就已经做不出很大的差别了 整体的车子颜色和所有的内饰配件都不能做出突破 因为这些细节没有任何难以克服的壁垒 国产可以很简单的达到这一效果 如果这时还不靠之前投入那么多的发动机来做出区分 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 毕竟研发不是一天半天就可以出成果的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核四早就跟品牌签好了相关的协议 能直接用现在的 根本没必要去负成本研发一个毒鼠的 这样不但费劲不省心 还会破坏品牌遭遇固定的流程 给自己找麻烦 看到这里大家清楚核资到底怎么选择的了吗